放松捧劲 你跟这种大力士 两个汽车往中间开 他都能顶住的这种人 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捧 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把我们的课程免费 从武术的PUA说起 为什么好多老拳是不让你练力量 不让你练现在搏击 因为你一旦离开了现在的传统武术社交圈 去了另外一个圈子 你会发现你要力量没力量 要实战没实战 一试不就知道自己练的是垃圾了吗 其实武术有精华也有很多的糟婆 跟现在的PUA理论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我们这个视频开个玩笑 结合一个网上的文章 邪教组织的十二大特征 来深入的聊一下 传统武术中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不能刚说的好 首先传统文化肯定是有糟婆的 当然这不是我说的 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周月亮老师说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地质规 我说他是糟婆 他就是培养奴才的 就是用卡夫科的话说 他是规训人的 那PUA是啥 当你接受了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 例如现代国际不好 练力量是错的 古代的东西好 你只要认可这个不合理的东西 你就进入了一个PUA的循环 然后你就不是练武术的 你是被武术给控制了 被一些别无用心的老师给PUA了 我们先来看看图片 这十二大特征 我们一一的对号入座的分析 为什么很多门派里都说 老前辈是最厉害的 老祖宗传下来的权有规矩 一点都不能改 那这是不是符合第四条 神话教主和所谓的邪教组织 我们上个视频说过 我们传统武术的很多精髓 都在日本空手道中 很多人骂我们 大部分其实研究传统武术的人 他真的不如日本人 日本人的著作 格斗中的科学 他们自己都说 为什么我们就是按照先贤的文字去做 还会失败 人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大家看看这一页图片 你需要知道知识是有更新周期的 在上个世纪的80到90年代 很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是五年 进入了现代 很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 已经缩短了两到三年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些别无用心的人 把武术弄成了PUA和邪教 我们竟然相信几千年前的知识 没有一点是错的 现在学科发展多快 两到三年前的东西都有可能过时了 我们自己的认知水平那么低 不接受不去拥抱现代科学的实战体系 多找到传统武术中精华的东西 而是只迷信一些糟粕的东西 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实战 那些精华的东西大家也体会不到 第二为什么不让大家练力量 不让大家练现在不激 练摔跤 美其名曰保持门派的纯洁性 这是不是符合第二条 细细控制以及妖魔化外界 以防滋生其他思想导致教徒和非教徒 便捷危及这个邪教组织的存在 你会发现武术圈就跟孙悟空头上的圈一样 你最好一辈子在师傅的这个社交圈里面 你一旦去学摔跤学散打 整个圈子里的人都会鄙视你 你不纯洁了 你背叛武术了 你背叛这个文化了 为啥不让你练力量 你可能练了十几年拳 一练力量发现有力量的人那么多 我们在柔克不了纲 你会是什么反应 或者有的人练了十几二十年拳了 跟现代搏击一打 跟摔跤一摔 发现自己不行 那你是不是就不跟着这个教主 也就不跟着这个师傅练了 所以其实我们仔细看看 多少练传统武术的练了一辈子的功夫 动手还不行 他不会去埋怨自己练的东西不好 或者方向不对 他埋怨自己不下功夫 到现在为止还忠心耿耿 那师傅教的都是对的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这些人是被洗脑的 你就别说师傅教你一辈子 师傅是好是坏的 你练三年拳击 你花钱去学 三年你拳击 你都可能能打擂台了 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连动手都不敢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好的 崇尚古代文化 也非常的忠心 想要探索古代的文化 但是在古代的江湖门派里 把徒弟通过洗脑 叫拴马庄 在过去的八大门里 我专门教这个的 现在叫做PUA 保持一个门派的纯洁性 进一步还来不及呢 还保持自己落后的纯洁性 三活动区域的控制 那我曾经有个老师就是 你们神跟我学 得远离旁超 为啥呢 控制你的活动区域啊 确保所有人都难以接触到 不一样的思想 这个事当然我不太喜欢细说 因为我个人本质还是比较善良的 人家只要不太过分 他我也就不太过分 但有哪天实在欺负我的 我受不了的 哪天非得真拿出来说说了 咱们就彻底的说一说 哪怕你跟某个老师学了 我怎么也是师兄呀 为什么让这些师弟们远离我 远离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呢 他在害怕什么 也符合六邪教控制 邪教自命 只有他一个教派是至高无上的 其他教派都必须在他的批准下 才能成立 那我们会发现任何门派的 祖师爷都是最厉害的 那怎么可能啊 泰森够的厉害了吧 他还输全呢 不影响他伟大呀 现代搏击都进化到什么程度了 拳法干不过你摔法 摔倒了之后 你摔法好 我柔术我嚼你 无所不用其极 永远不和敌人擅长的地方做斗争 把他拉到他不擅长的领域 战胜对方 我们现在还沉浸于自己祖师爷说松 你不松就是背叛了祖宗的决定 祖师爷说战装 那自己也信了 我需要 他的事是战装一辈子才出功夫 装那么重要 为什么老前辈们还得创权呢 刚留个装散了 所以被POA留下来的人都是智商不行的人 智商高的人他都走了 于是武术界就会劣币驱逐良币 错的东西形成了势头 就会把对的东西否定掉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课程免费 我们实在是看恶心了 包括生存资源的控制 当你说真话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很多人骂我们 例如某站 我们明明很优秀 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反而骂我们的人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势头的人 可能就几千粉丝 他们看到我们做得好 比他们强就想抹黑个人的 那第五 为什么老师非得收徒弟 不收徒弟不教 这还是一种POA的一种方式 你都花钱 哪怕他是学生他不花钱 你给老师送礼 你请客吃饭 这是他在给自己不教学找借口 很多人就被POA傻了 现在谁学权不花钱 我们送了礼花了钱 他不教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为啥 因为我们不是徒弟 你和徒弟有啥区别 不就是磕了个头 孔老夫子还说有交无类 你花了钱交了学费 这个老师就得交 我们现在这些老师其实都被惯坏了 你们要知道一个概念 所有的老师就是个存储器 就是个U盘 他学的东西都是上面老前辈 交下来的东西 一个U盘 一个存储器 有什么资格 截留一部分数据 不给别人 他的东西不是凭空产生的 那更有甚者 你拜了诗了 他也不教 时不时给你要点东西 你得孝敬他 他才教你 我们古代的好文化 讲究的一日如诗 终身为父呢 你老爹在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要求你 你给钱他养活你 你不给钱 不孝顺他 他就不养活你 对吧 所以这种拜了事也不交的 这明显就是诈偏牙 然后第九条 煽动很多不明所以的人骂我们 就符合第九条 暴力机构私有化 动用其属性的教育 培养出被洗脑的私有化的人 培养出大批 无独立思考能力 无判别是非能力的肉类机器 然后第十一条 残害生灵 我们见了多少人从年轻代师 甚至从外地来打工学权 到后来一事无成 说好的练几年成高手呢 你成高手了吗 让一个人练十几年都不成 这不是在残害我们武术未来的好苗子吗 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第十二条 赚取钱财的龌龊目的 所以肯定这个视频出去之后 会有很多人诋毁我们骂我们 所以大家想想 如果最简单的 如果他证明是为大家好 像我们一样免费 对不对 一分钱不去赚 但是一旦你不给老师钱了 这些我们曾经以为非常优秀 非常权威的老师 可能立刻就给你变脸了 所以我们现在出了两本书 一本实用行义拳 一本内加拳几何学 可能还有两三个月就能出版了 一个是建立理论的自信 东方的武术和西方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讲的具体练法 包括我们的免费课程出炉 大家谁都可以申请 我希望我们爱好武术的 无论是年轻人 还是曾经爱好的老年人 都能够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改变传统武术 接近失传的现状 终止这种PUA的方式 所以我们选择课程免费 感谢观看